也逐渐从B2C的一个销售 一直转换到B2B的销售 那商业合作的增加呢 也会间接促成国际出口的一个机会 那使我们国内的产值会陆续在网上增加 其实台湾的二轮产业 从品牌关键零组件到整车组装 具有紧密且反应快速的完整供应链 甚至具备强大的科技研发技术 好 鼎丽现在要来发动车身了 不过靠的不是我手上的这串钥匙 而是这张卡片 只要轻轻地扫过车身 车子就启动了 而且它更厉害的是在仪表板这边 上面显示的数字 就是它剩余可以骑乘的公里数 而且我们现在开始催油门 在我催动过程当中 它剩余的公里数也是不断地在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根据我骑乘的状况来判断 那接下来还可以骑几公里 一般如果是用电池百分比来计算剩余里程 这会因为电池逐渐烈化 蓄电量下降 估算就产生落差 拿这个真实的电池容量值 搭配机车行驶的这个耗能资讯 那经过运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剩余里程 能够精准地掌握电池资讯 未来甚至会出现共享电动机车 刷了卡直接就骑走 下一台车接着归环 这个基座是借环站也是充电站 20分钟就能充电完成 仿佛就是电动机车界的U-bike 它靠近来之后呢 我们感应到我们的车子回来之后 它就会启动我们的夹爪装置 判断安全判断的程序 它就会开始进行充电 台湾有技术有市场 上下游产业链完整 就看能否在这波 全球交通工具革命中抢占先机